俗话说世界之大无期不由 很多事物往往并不是你表面看到的样子 比如经常被认为很凶是恶杀的鳄鱼 你以为它是趴在水面上的 其实人家通常是站在水里 而且它们的站姿还有点蠢萌蠢萌的哦 所以我们在动物世界里看见的特别凶的动物 在水下都是这么萌的嘛 不仅是鳄鱼 其实令人颠覆想象的动物还有很多 就像猫头鹰和长颈鹿 一直以为你是小短腿 没想到你脖子以下都是腿 一直以为你只有脖子长 没想到你的舌头也这么长 有句话叫老虎不在家猴子称骂王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原本是百瘦之王的老虎 却被一只淘气又大胆的猴子给戏弄了 喂大圣 你忘了另一句老话了吗 老虎屁股摸不得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次差点入户口 小白我只想说这只猴子真顽皮 都说两个人在一起久了 长出性格都会越来越相似 这不下面这只犀牛和山羊 连走路都一样 只是这画面 不能知识啊